一名老翁坐在斑马线上 就在下一秒白色小客车 直接从后方撞下去 让他整个人飞了起来 另外桃园市去年一辆货车 逼摔阿嬷的影片 还在国外疯传 台湾被冠上行人地狱的恶民 交通部修法 3月31日起加重罚则 我们台湾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去闪车子 不是车子要离让我们行人 对行人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 不管你的罚金有没有提高 其实我觉得注意行人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 警方将重点取缔 包括汽车行进穿越道 或转弯未暂停 大行车小行车都提高到 罚三千六百元 另外未暂停让市长者先通过 大行车提高到七千两百元 小行车四千八百元 另外遇到闪光红灯 未停车再开 大行车提高罚一千八百元 小行车提高为一千五百元 早上九点开始做一个执行 目前已经有取缔意见 汽车在行穿线上 行人的方向前方三公尺以内 车辆就应该要离让行人优先通行 根据警政署统计 二零二年行进行人穿越线 转弯未停让行人 共五万零八百三十二件 较前年同期增百分之一百五十七 今年一二月较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七十一 目前科技执法全台两百六十五处道路 预计在加十四处 提高罚则就让减少车辆违规 但成效如何还需要时间观察 就有王志文杨综艳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